大家好,我是龐德 如何第一次快速做出Swords 你看到这个频道它有22.7万的订阅 它全都是AI Swords 我们看看它最热门的 它最热门的有2970万次点阅率 用Swords快速赚广告利润 赚取大量美金 你还在烦恼怎么开始吗 我们先看一下它怎么做的 可以看到它用迷真力画的图 然后到达了2000多万的点阅率哦 它随便都是百万点阅率 首先我们先打迷真力 我刚随便下个提示词就生成了 出现一个类似钢铁人的一个橘猫 首先你要做的图 是有创意又好看独一的 我会把我练习素材跟提示词放在首页上 让大家快速上手练习 我们先设定 席线赛听 可以看到B5模型 我用的模型漫画风格的 给它Expressive Style 给它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今天要用盲汉公仔风格 我会把提示词放在首页 这边给一个放大Uplig提示词 总之给它固定风格 宽高比3比4 我们先试试看 复制贴上 我们生成好了 好假设你喜欢这个风格 我们点153 好 我们把它储存的图片位置 好了 我生成完了 我有改一下提示词 让它生成精准一点 我们看一下生成栏码核全部效果 然后我们去Google找一下原图 搜寻蜘蛛人的图片 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储存图片 甚至是有点模型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这张储存 以此类推寻找角色 我们好了就可以放在剪辑软体进行修剪 再音乐拖进去 把音乐拖入进来 再拖入一张图片 把图片格式设9点16分 点选图片放大字一样宽度 如果怕影响也可以被景填充 这时候你的音乐选择自动卡点1 把美队的图片拖过来 我们点抠像 点智能抠像 图片已经抠图完成 把美国队长移置到最前面 对他的音乐卡点 再给他一个特效 给他个抖动特效 抓到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换下一张图 奇异博士先添加进来 先把它抠图 智能抠图 把它拉大 再缩小一点 再把图片放进来 对到音乐卡点位置 顺下以此类推 好了我做完了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如何 好了我们就把它导出 好开启你的YouTube 选择影片 打上标题 这边可以加个警示 就可以上传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影片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啰